好,觀眾朋友,我們重磅焦點還是來鎖定俄武戰爭 因為又有最新的前線戰況 武武軍最近真的叫做矛起來炮火猛攻 最新畫面曝光了 他又炸斷了一座庫斯科地區的重要補給橋樑 澤倫斯基到底在打什麼樣的算盤呢? 敢在美國大選前嗎? 他拼命往前衝 是想要逼普丁簽字談判嗎? 好,但是西方盟友現在喊咖囉 最新傳出德國要停止提供新的軍事援助 這一場戰爭最後走向什麼樣的結果 今天帶你獨家觀點來討論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最新的戰況 是今天最新公佈的 俄羅斯外交部說,哇,烏克蘭再炸毀了一座大橋 好,烏克蘭軍隊動用的是西方國家的武器 這一次炸毀的是在哪裡呢? 依舊是在庫斯科 庫斯科州這個地方叫做克魯什科沃地區 一樣是在薩姆河上的一座大橋 好,我們等你來看到 其實基本上這一次兩次炸毀的大橋 都圍繞在這個薩姆河上 那當然關鍵是因為這邊 澤倫斯基認為他是俄羅斯很重要的補給關鍵大橋 他可以中斷它嗎? 我們來看一下,在最新消息是第二座 但你不要忘了,前幾天才剛剛又炸毀了第一座 接連兩天看起來都在炸橋 那現在會導致在這個地方當地27個定居點 沒有辦法對外聯絡嗎? 我們來看一下澤倫斯基的態度 澤倫斯基像這樣說的 他說烏克蘭軍隊要取得理想而且充分的成果 而且他說他現在攻擊這個庫斯科州 關鍵是要製造所謂的緩衝區 預防二軍展開多線的攻勢 那他覺得這一場戰爭要打贏 他還是必須擁有足夠的遠程打擊的能力 所以他喊話了嘛 跟西方在喊話 英國、美國、法國這些其他的夥伴 你應該要趕快提供我們相關的幫助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近消息 我想先跟委員一起來討論一下 目前看起來好像炸橋是澤倫斯基 他最近很急迫的這樣一個攻勢 畢竟他們騎襲庫斯科地區第13天了 那您覺得呢 現在看起來在這個薩姆河地區 三座大橋現在大了兩座了 只剩下一座還完好無缺 但是這真的能夠切斷這個俄羅斯的補給嗎? 烏克蘭軍會不會其實也斷了他自己的去路呢? 對整個戰局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首先我們談一個觀念 什麼叫緩衝區 緩衝區就是說 俄羅斯在這邊是一個用兵的重點 進攻的區域 那兩方面在那邊對峙的時候 那個地方做緩衝區才有意義 但是這樣的打法的話 那個地方俄羅斯本來就沒有部署任何軍隊 那為什麼沒有部署任何軍隊 這也是俄羅斯跟歐洲的一個默契 就是說 庫爾斯克說我原則上不派軍隊 我也不從那邊打 為什麼?因為太北邊了 那邊打的話 就會讓人家懷疑說 他從 烏克蘭北部是不是要打到波蘭或其他地區去 因為很有名的 庫斯克會戰就是從波蘭調來坦克車 俄羅斯調來坦克在那邊打的 那如果不經過庫爾斯克的話 就沒有要去進攻波蘭的意圖 那現在說緩衝區 你跟誰緩衝啊? 你要洪軍村去緩衝還有點道理 你保證緩衝區 這個對戰局來講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個你為了建立緩衝區 然後你說讓俄羅斯不能攻進或者補給品不能進來 你炸掉兩個橋 現在問題在這裡 如果今天是全崖交錯的一個戰局有意義 現在是你打內線 俄羅斯打外線 什麼叫內線啊? 你從烏克蘭打進來 你佔領了1000平方公里 1000平方公里什麼意思? 如果是正方形就30公里乘30公里 那如果是長方形那就是20公里 差不多乘以50公里 那這樣的一個區塊雖然有它的突出部全部被擋出來了 有點像什麼? 就是說它現在打進去一個丘陵地帶 它打進去是苗栗 它如果不往台中走 不往新竹走 它基本上就死在這邊 要不然就要撤退 那現在俄羅斯的問題在於說 它本來就沒有部署 那邊沒有任何防禦公司 跟烏克蘭沒有防禦公司 情形是一樣的 所以俄羅斯外線作戰就是說 它必須在它的軍隊的火力攻擊範圍100公里外 去部署一個防禦線 那這個防禦線初步已經形成了 可是你必須要調集軍隊來 那調集的軍隊從哪裡來呢? 當然從莫斯科本部過來的 或者是俄烏戰線上現在在輪修 或者是沒有激烈戰鬥的調過來 但是如果在紅軍村 現在所謂主戰場的地方 它就沒有動 所以調過來的時候要重新部署 那好玩的就是說 調過來的時候要關每一個人一樣大 不曉得派誰來當總指揮 那土丁找他的國家安全會議的秘書 他也不是真的指揮的 所以他表示他部署還沒有完成 那因為你是外線作戰 外線作戰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補給的路線四通八達 那炸橋就沒意義了嘛 炸橋就是讓他說 這個我把中正橋炸掉了 但是我走永和橋比較擁擠 這個是剛才我們大教授提的案例 因為折羅斯基就說我就是炸橋 我就是要切斷的補給嘛 沒有錯 可以切斷 對 但我從後面來嘛 因為我是外線 如果我是內線的話 我橋被你炸了我大概沒轍啦 現在我是外線 外線的時候 從這個北邊來啊 東邊啊 西邊來啊 那個 那個也許山路比較不好走 但是不影響 或者橋比較小 遠一點 然後對它來講不影響 所以這個有宣傳效果 你看我終於打到俄羅斯境內了 而且這個整個戰局很明顯的 就是說他打庫斯克政治目標 就是要拖延戰線 讓這個整個美國的輿論覺得說 哎呀 美國民主黨還不錯啊 拜登賀錦麗還有點成績啊 不像川普跟Vance講說 我上來就把你停掉 我還有戰鬥能力啊 至少我打俄羅斯給你看啊 可是對整個烏克蘭軍隊的敗退 沒有影響 因為主力是在紅軍村那邊 他也把紅軍村的機械部隊 在那邊打的 那紅軍族如果被佔領的話 整個烏東的交通補給線 就全部會落入俄羅斯軍隊的 控制方案裡面 也就是烏東的戰爭就大概就結束 甚至叫烏南 烏南的時候 因為赫爾松部署了F16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哲倫斯基是 有一點要迷惑俄羅斯 其實庫斯科這地方還不是最關鍵 最關鍵決定這場戰役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熟人了 不會那麼傻啦 好那我想問一下妍老師 因為大家說其實為什麼感覺上 最近這個哲倫斯基有點瀟瀟啊那樣 拼命往前衝 關鍵在於會不會跟美國這場大選有關 因為11月份美國就要投票了 那因為現在其實美國大選自己的態勢 還沒有完全明朗 現在你說當然這個川普來說 他已經講得很明顯了嘛 我當選之後 我不會再援助你烏克蘭 所以責倫斯基當然要給自己找個退路 可是現在關鍵在於賀錦麗 賀錦麗一直沒有表態 我到底是要援烏 還是我是挺俄羅斯 那這種不表態 其實老實說它最危險 所以你怎麼來分析 責倫斯基是不是也是希望敢在大選之前 幫自己增加更多的籌碼 所以才會發動這一次的氣息 我覺得當然就是第一個 剛剛主持人講了 川普是一個大問題 不僅是川普 他的副手這個Vance 可能這個立場更為強硬 就對烏克蘭是絕對不會去支持 所以烏克蘭一定要在他們大選之前 預防萬一民主黨擊敗了川普之後 那該怎麼辦 那第一個剛才我們提了賀錦麗上來 因為看起來不明 那如果賀錦麗還不明 現在這個老拜登對我還不錯 我要趁他下台之前 能夠取得一個好的地位 然後讓老拜登能夠交代賀錦麗 至少不要太離譜 就是繼續能夠做一些援助 但我覺得現在 在基本上烏克蘭是蠻自在的是什麼 是因為如果賀錦麗當選 賀錦麗的現在的國家安全顧問 Philip Gordon是一位歐洲通 也是一位我們叫做親歐派 如果他上來 他可能就是未來的這個Jack Sullivan 那對對歐洲來講是很放心的 所以他們當然是會 所以責任斯基是希望說 如果今天賀錦麗受到什麼壓力要談判 至少歐洲的國家會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而不會說完全就是放棄了烏克蘭 那他這個打出來也讓歐洲的國家有所交代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萬一要被逼上談判的話 美國民意也是不一定 拜登是沒有問題 可是賀錦麗很難講 萬一要被逼談判 至少他不會像美國的民眾會說 你看這個烏克蘭也沒什麼機會了 就是強迫他讓步 我可以打 我不是不能打 我可以打 我還打出一些 大個兩座橋 大個兩座橋還佔領了一塊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當然就是為了爭取 在美國選舉之後 他如果要被迫走上談判桌 更多的一個籌碼 剛才我們蔡委員也提了 你知道他在烏冬現在占領的俄羅斯地區 那總是不是完整的 有些地方沒占領到 有些地方他佔領的過頭 我們講那個烏冬四個省的話 到最後就是在談 按照15 16世紀 甚至到17世紀 比歐洲的戰爭 到最後都是領土換來換去 那我覺得烏克蘭到最後可能也是 而且我跟大家說 其實你去看那個領土 庫斯科州全部加起來 是2萬9千平方公里 俄羅斯這一次 其實他目前為止 就佔領大概1千多 所以你說他佔領的很多嗎 其實也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俄羅斯 俄羅斯其實他也有很多盟友 我們現在問一下紀文哥 一起來看 他的盟友之一是誰 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 可是現在也回應了 因為烏克蘭在這個邊境當中 部署了超過12萬名的士兵 所以他說我們白俄羅斯 我也要派軍隊去 派的兵力也不少 他的國家將近三分之一的兵力 去前往這樣的一個邊境 那你怎麼來看 白俄羅斯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當然他說他是要保護自己 但是老實說有沒有感覺比較像是 給老大哥普丁來助威一下 其實世芬講這個助威 非常的貼切 其實白俄羅斯說 三分之一的部隊派到這個 白俄和烏克蘭的邊境 感覺好像聲勢浩大 但我為大家報告一下 白俄羅斯實際上 他的武裝力量不是很強 他總兵力大概4萬5千到5萬人 延始三分之一的話 最多可能1萬5千人 那跟烏克蘭這個時候 能和烏克蘭進入庫爾斯克這個兵力 其實相當 沒有外界想像那麼大 但此舉確實有替老大哥 俄羅斯助威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必須說 從俄羅斯戰爭爆發跡經 白俄一直是俄羅斯的鐵桿盟友 不只雙方經常進行軍事演習 特別有些軍事演習 他的級別還很高 大家一起記得 過去幾年來 頻繁進行好幾次的 戰術核武的演習 原始就是配合俄羅斯 舉起核大棒來威責北約 對於北約來講 你以軍援的武器的品項等級 還有使用的限制等等 達到一個約制的作用 原始這次白俄羅斯讓人說 我要征兵邊界 我認為就是因應庫爾斯克這個局勢 讓俄羅斯反應不及 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藉由征兵 藉由表態 讓俄羅斯在整體情勢上來講 有一個小老弟呼應你 感覺比較OK 但事實上 我認為他是以口頭話語居多 實際的作為並不多 因為以白俄羅斯大概武裝部隊五萬人左右 事實上他要自保都不足 尤其是他周圍的像波羅的海三小國 波蘭還有烏克蘭 每一個國家這樣加起來 軍事力量可能是他的好幾倍 因此白俄羅斯為什麼能目前還是穩定的存在 而且不斷的叫囂 那我認為主要是老大哥在後面相挺 因此他就利用口頭上 反正他也沒有損失 只有賺到五本的生意 因此這樣子事實上 對於說俄羅斯持續支援他 就是以穩賺不賠 因此我認為白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動作來講 那象徵意義更多於實際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到的是 因為俄烏戰爭現在有了最新的一個發展 我們來看到現在最前線的狀況是 烏克蘭的軍隊持續的入侵 在俄羅斯西部的這個地方 庫斯克州 好畫面上我們特別看到烏克蘭就位在這邊 這邊俄羅斯嘛 庫斯克州就是位來俄羅斯的西南部的這個地區 我們做一個統計到8月12號為止 連續六天了 全球出乎意料 烏軍就這樣棋息式的打進了這個地方這麼久 最新消息有三個戰略指標 我們要帶你一起來深入戰場做了解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是俄軍的部分 目前得知已經從邊境是撤出了76000人 其實數字不算小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烏克蘭的第61機械化宣稱 俄羅斯的庫斯克州的蘇甲區已經被烏軍給完全控制了 包括當地的天然氣工業的公司都已經被佔領了 蘇甲這個地方之所以這麼的重要是因為根據統計 光是在去年就有146億立方公尺 俄羅斯的天然氣其實就是透過這個地方去運網 攻擊給歐洲國家的 第三個我們來看到再來是俄羅斯它的核能機構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的公告做了一個警告 戰區附近的庫斯克的核電站現在面臨 他說直接的威脅 好這個核電站還是俄國三大核電站之一 重要性不可言喻烏克蘭這一波襲擊 有精準打擊到俄羅斯的這一些 我們剛剛看到的重要要害嗎 今天我們請專家一次先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烏軍看起來已經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的戰果 烏軍也宣稱他們是有一千人的部隊打下的 真的有可能嗎 西方媒體說烏軍這一波是在為自己謀取一些談判的空間 還是背後其實有其他的原因呢 為什麼要打得這麼的辛苦 真的只是為了爭取談判空間嗎 委員怎麼做這一些解讀 我不論是一個談判空間 我認為應該是要減輕在哈爾科夫戰線不利的時候要減壓 以便讓俄羅斯把在哈爾科夫附近的部隊抽調回去 輸甲地區 因為這兩個地方很近大概兩三百公里而已 頂多就是大概是台北到台南吧 所以應該距離不遠 但是如果是把哈爾科夫的部隊調到輸甲的話 那很顯然的 現在已經被圍困在蘇甲的烏克蘭部隊進也進不得 退也退不得 就有往後撤了這個機會 基本上是微微救躁 就是烏克蘭的精銳部隊卡在哈爾科夫 動不了 所以如何把它撤退以後送到這個東部跟南部去 拯救他們已經被這個 俄羅斯軍隊殺了這個 這個片甲不留的紐約啦 等等 應該是這個戰略 那再來蘇甲我覺得我們新聞媒體在報導 我們趕快注意一下 比如主要例我們台灣宜蘭縣有個宜蘭市 我們講宜蘭到底講宜蘭縣還講宜蘭市 目前他們打下來的是宜蘭市 不是宜蘭縣 兩個都叫蘇甲 它的縣叫區 比如他們叫蘇甲區 很大 蘇甲市加義縣 對對類似這種 蘇甲市很小剛好在西南部 是最靠近烏克蘭的地方 這個市有多小呢 它只有七千個居民 所以一千個軍隊去打七千個居民 再加上民兵 民兵能夠擋三天就很不容易 然後整個宜蘭縣 它的人口大概有將近四萬人 就是說蘇甲區有四萬人 然後蘇甲市只有七八千人 那現在它公佔的是蘇甲市 不是蘇甲區 那蘇甲區面積比較大 有你所講的這個什麼核能電站 有你講的這個天然氣生產事業 那蘇甲市裡面只有天然氣公司的辦公大樓 大家聽懂 因為你不可能 因為蘇甲市就是蘇甲區的行政一個中心 可是大部分並沒有住在蘇甲市 就像說宜蘭也有蘿東 也有蘇澳 也有那個我們經常洗溫泉的這個什麼 蘇甲市 蘇甲市 對 我這樣講大家就會比較清楚說 他一千個人怎麼能夠打下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蘇甲 沒有 沒這回事 那俄羅斯為什麼要撤退七萬多人 他是把蘇甲區跟旁邊一起撤退七萬多人 這什麼意思 要讓大部隊進來 也就是要打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打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不過這裡面最重要的損失只有一個人 就是普丁 他被重重的打了一個耳掛 真的 他很丟臉 怎麼叫做丟臉個防禦的部隊都沒有 這表示說 他的參謀總長 還有他的國王部長 在說他們說 太過舒服了 還有他的前線的總司令 太過舒服了 所以不然一千個人哪有多大的戰力啊 一千個人如果在紐約 我現在講紐約不是美國紐約 是烏克蘭的紐約 或者洪軍村 那一千個人根本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 你說再繼續要部隊 其實也不算什麼 所以大家把這事釐清 就可能會有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會在蘇甲市來發生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個擴散的面積還不算大 就是區區的一個紓甲市裡面而已 但是呢 普丁確實剛剛如委員講到 已經就是非常非常丟臉了 觀眾朋友又如何看 來跟我們留言做討論 接下來普丁可能會怎麼樣來討回面子 剛剛委員就幫我們預告了 可能接下來會有一場比較激烈的戰爭 你又是怎麼想跟我們留言做討論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前烏克蘭的國防部長也透露說 其實這一場攻擊 就是越境的這一場攻擊 要攻擊這個庫斯克州的計劃 早就已經制定了 那二方目前又有哪一些動作呢 這是來自於美國政策研究機構 戰爭研究所 它引述軍事專欄分析指出 俄羅斯軍隊正在調動 好我們來看到呢 曾經參加五月對烏克蘭哈爾科夫州 攻擊的這些部隊 那它預估這一些部隊 如果現在之後移到了最前線去的話 就會產生激烈的戰鬥了 我們來回顧當時在哈爾科夫 五月到七月的這一場戰爭 俄軍當時是以兩個主力 一個是摩托步兵旅 一個是炮兵旅為主力 動員邊境兵力達到三萬人 在哈爾科夫距離庫斯克州 大約三百公里 我們現在看下來 接下來俄軍可能會以哪一種方式 哪一隻勁旅來前置烏軍的這一種突圍呢 雙方大規模還會發生更大的一個戰爭嗎 F-16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又再次的派上用場 邵緯哥怎麼看 其實這次以戰術的角度來說的話 烏克蘭的確表現得可圈可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俄軍的主力 基本上已經完全被攜在哈爾科夫州 以及東烏的這樣一個部分的作戰 再加上之前 其實因為烏克蘭的部隊曾經 多次試圖要進攻 包含在哈爾科夫周邊的俄軍的陣地 同時俄軍也為了故意 就是說他要能夠從哈爾科夫的西北面 然後要超近烏克蘭這個領土 所以其實俄軍基本上已經把原本的 邊防這些重要的包含阻絕地雷等等都移除了 等於說他自己創造了一個 可以讓烏克蘭可以突破的空間了 那現在烏克蘭的軍隊當然就毫不刻意 直接衝進來 對我們這些玩軍師的人來講 南方精銳的那個黨衛裝甲軍的這個裝甲部隊 向北邊進攻對不對 進攻顧斯克 還動用了這個史無前例 動用這種戰車肉搏戰法 什麼叫戰車肉搏戰法 就把戰車開進去 然後也不管旁邊有沒有步兵 就直接一個呂40輛40輛 直接朝德軍的這個陣地衝過去 然後德軍的這個戰車就排成一排 就像遠程打靶一樣 砰砰砰砰砰 把這些俄軍一輛戰車 一輛接著一輛把它擊毀 然後擋下三到四波的這個俄軍的這個戰車肉搏攻擊 對 所以當年這個地方 所以一講到庫斯克 哇 所有這個對於這個戰史有研究的朋友都興奮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戰爭的確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非常具指標意義的這個戰爭 當年俄軍擋住了這個紅軍 擋住了德軍的攻勢以後 接下來就一連串的這個戰略大反攻 那所以這次在庫斯克這個地方發生這個戰鬥 也讓大家想 是不是有可能成為這個烏克蘭扭轉戰局的一役呢 我個人覺得難度是很高 為什麼 因為其實烏克蘭現在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兵員的確已經不足 它這次抽掉 雖然號稱一千多 但是我覺得能夠造出這麼大的這個戰果 絕對不止一千多 那我剛剛前面講 俄軍因為為了在這個地方 要事前製造一些突破的這個機會 把一些邊防的這些包含這個地雷等等的都拆除了 也讓烏克蘭能夠有機會這樣趁戲這樣摸進來 對 而且烏克蘭攻進去的時候 它也沒有說一個主攻部隊就直接朝一個點直接衝過去 而是它採用了一個前蘇聯時代那種所謂的機動穿透式的這個打法 也就是我在多點進行刺探式的這個突破 然後發現這個區域的防禦最弱的時候 我就集中兵力從這個地方衝進去 然後把那個戰線撕開 然後創造比較大的戰口 所以你看那個目前烏軍清到這個庫斯克州 這個邊境的這個地區深入大概30多公里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一個傳統的蘇聯式的這樣一個戰術跟打法 但是其實這個戰術跟打法對於這個烏克蘭軍來說也是有弱點的 因為首先我剛剛講它的兵源不夠多 它這樣用類似孤軍深入以及擴展戰線的這個方式 如果俄羅斯在這個時候及時能夠找到填補戰線的兵力回來的話 那雙方其實可能就會有一場激戰 不過當然也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在這個區域由於當初 俄軍自己那個疏忽等於說把這個區域的防禦也鬆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美國援助或說西方援助 那個烏克蘭的這些精準武器又有點重新發揮效益 像比如說前幾天 俄軍有一個營他們搭了這個車輛要準備去集結 去那個戰場協助攻擊的時候 被那個烏軍用那個HIMARS火箭的整個營 通通端掉 為什麼 因為HIMARS發射出來是那種子母彈 就是上空爆炸之後很多小的那種子彈散出來 把人家一整個營就用這個HIMARS消滅光了 所以其實你看那個俄軍在這些年 的確他在打仗上有一些進步 但是這種地方還是不可避免的犯了這些錯誤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這些HIMARS在這個時候 居然又能夠重新恢復發揮作用 因為可能俄羅斯在這個區域把那個GPS干擾器 沒有步方的像在東烏克蘭境內那麼密集 所以你看讓那個烏克蘭的那個GPS導引武器 又重新派上用場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這場戰役來說 的確就像蔡委員所說的 對烏克蘭來說是要有一個談判的籌碼 因為現在你看整個西方世界 對於厄烏衛衝突已經延續了兩年多 然後到現在這個就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的 這樣一個態勢 那對於很多在那個經濟上或軍事上持續支援烏克蘭這些國家 越來越撐不下去 你看像拜登 拜登那個如果說拜登他本身是那個支持烏克蘭的 但是如果萬一是好類似像最近政策這個川普贏了 那這個時候好 那個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講就是國家的危機了 所以他們可能是希望在九月十月特別是十月開始 冰雪重新這個冰封大地之前 能夠奪取一定程度的這個領土 然後呢跟俄羅斯才能夠在談判桌上有談判的空間嘛 要不然你說今天你俄羅斯佔了烏克蘭百分之十八到十九的領土 那我烏克蘭手上什麼都沒有 那你說今天要停戰呢 當然對於烏克蘭來說是一個一面倒的這樣的態勢 當然也需要去改善這樣的態勢 那當然至於F16會不會用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個人覺得因為其實現在以俄羅斯來說 他現在接下來還會用他的這個空天軍 就是俄羅斯的空軍全力使用這個空天軍來填補 在地面部隊還沒有來急之前 等於說俄羅斯唯一能夠擋住這個烏軍攻勢 基本上就要靠空天軍做那個戰場密接支援這樣的任務 所以這個時候F16有機會在這個區域裡面能夠有這個掌握 因為相對來說不過我覺得派上用場的這個時機可能還不會那麼快 因為畢竟這些飛機剛到烏克蘭 飛行員有沒有那麼熟悉這款裝備還需要一些時間 可能還要假以時擾烏克蘭的F16戰機 才有可能會投入對俄羅斯的這樣的實際作戰之中 好不管怎麼說這個庫斯克州一役對於烏軍來說就是戰略上面的勝利 不過他們現在的這個劣勢就是兵力還是不足 但是絕對對他們來說已經賺到了一個談判上面的籌碼嗎 我們等一下持續來做討論 這一位持續來看到是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森科 他在白俄羅斯東部的會議上面特別說 烏克蘭攻擊俄羅斯庫斯克州期間還侵犯到了白俄的領空 所以他說總共統計10多架無人機侵犯於這個俄羅斯接狼的白俄的領空 所以呢在白俄的部分他們就用他們的空防部隊把數架來自烏克蘭的飛機給摧毀了 那外交部也召見了烏克蘭臨時代辦要確保這件事情 他說不能夠再發生了 我們看到盧卡森科他的態度還有動作上非常的強硬 就直接擊落烏軍的無人機 但是呢一直挺烏克蘭方面的西方陣營 包括北約德國美國這些國家 針對這一場戰役都沒有表態任何的聲音 他們到底真實的態度是什麼 還是他們是在觀察這個部隊能夠達到什麼程度 老師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美國跟北約的盟國都過去曾經講過 就是他們會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但是不希望烏克蘭就是進攻攻入俄羅斯 但現在看起來已經在庫斯克這個戰役 就是烏克蘭已經進去了 但是他們也不是說一定是會公開出來反對 他們可能默許 為什麼就像剛剛我們兩位都有提到 就是你馬上就要談判了 如果要談判大家都快要有籌碼 我最記得當年這個小布希要從伊拉克撤出來的時候 他先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叫做Search 加強兵力 就是我先攻擊一批 佔領一批 然後我表現的是我有這個能力 進展了之後我再退 而不是像那個像上次阿富汗 被人家感覺上是節節敗退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要退兵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先進攻一下 表示說我不是被打敗才退兵的 那烏克蘭我覺得大概美歐國家也默許他 這個就是我沒有公開喊說你應該可以進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進去我也不會批判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今天對美國來講 特別對烏克蘭來講 馬上11月大選 萬一是川普上來共和黨贏了 我們沒得完 而且如果今天川普又不是 狀況不是很搞 換了這個我們講 這個JD Vance要更糟 比川普可能還要對烏克蘭更沒有情感的話 那烏克蘭怎麼辦 所以可能會被迫談判 但是我先爭取籌碼 然後讓我的談判能夠好一些 我們看到就是現在的情況 我長期一直在強調 就是如果今天佔領了 這個五六分之一的領土 俄羅斯佔領的 有些不是在傳統的 它就我們講的烏東地區 它在烏南其實已經超越了 那你到時候你就希望說 能夠把那些地方拿回來 一定會有這些我們講說領土的交換 因為不可能俄羅斯現在佔領的 就剛好說我沿著這個當年你們定義的烏東裡頭 我就站到這裡 一定會有過去的 會有沒有佔領到的地方 那到時候可能就會有一些領土的談判 那我覺得烏克蘭今天做這個動作 就是一定是第一個讓普丁談判 會覺得沒面子 剛才蔡委員講的 你可能會覺得怎麼搞 百祕一輸怎麼就讓烏克蘭進來 這個時候可能俄羅斯裡頭會有壓力 說普丁你搞什麼 說不定我們真的沒有這麼強 我們還是進行談判 也可能會有談判 所以我覺得雙方其實都在為談判做準備 就是談判之前 大家都要展現一些強勢 我不知道離婚的夫妻 在這個上面有沒有做這一類的東西 就是先展示我的實力 然後再做談判 好這一節我們來關心俄乌戰士的最前線 俄羅斯總統普丁7日特別指控 烏克蘭進犯俄羅斯西南部的這個地方 庫斯克州 好地圖上我們帶您看到這個紅色 穿起來的地方在烏克蘭的這邊 然後在俄羅斯的西南部地區 這邊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挑釁 這是普丁的說法他非常的氣憤 根據這個當地的州長 庫斯克的州長他的說法 他說當地現在已經有數千以計的 這些民眾已經做大規模的撤離了 媒體的報導說 烏方共識部署大約一千名的兵力 超過二十輛的裝甲車 全部一起前進到這個地方 從烏東越過邊境 再進入西南部 在俄羅斯的這個庫斯克州 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他先是說 俄羅斯把戰爭帶進我們的土地 應該要讓他自己也來感受一下 自己幹了些什麼事情 他還說俄羅斯需要常常戰爭的滋味 接著又說呢 目的是向俄羅斯的民眾施加心理壓力 動搖政府來為接下來的談判 能夠爭取更有利的一些相對的條件 我們看到烏軍向這個州 庫斯克州進攻的軍事行動 目的到底是什麼 真的是因為如澤倫斯基所說的 這樣他會有利於更後續的談判嗎 預防委員怎麼做解讀 我覺得他是轉變一下軍事的壓力 因為現在戰爭主導的力量 主要是在俄國 俄軍手上 然後現在在西南這個地方 現在俄國這個地方反而是比較脆弱的地方 他在這裡發動這個戰爭 就是減少他在其他的戰線上所受的壓力 比如說像烏克蘭的東北角這一帶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改變整個的戰爭的方向 或者是說會不會影響到戰爭的結果 我覺得現在談這個為時有早 這個戰爭對一個 對俄軍來講 這是一個小規模的一場戰役 那他打贏打輸都不會影響到大局 對他來講 對 不會 這一千多人這個兵力 對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來講 這個壓力 不會構成很大的壓力了 那普丁已經震怒了 對對對 所以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你還有沒有辦法 進攻發動更大規模的兵力的進攻 占領公路惡進 而且持續的占領 惡軍的大塊的這樣一個土地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像你對克里米亞的四加壓力 他對克里米亞的四加壓力 是很成功的 是讓俄軍非常痛苦了 黑海艦隊幾乎都被消滅了 地上的很多目標 飛彈的基地什麼都被摧毀 可是請問你普丁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想說那我們離開克里米亞 也沒有 他不會的 因為俄國人認為他是個大國 大國不會因為一個小小挫折 他就後退 因為這樣子他沒有辦法立足於這個世界 他對內更沒有辦法交代 我發動一場戰爭 然後最後我以這個敗退 和談的方式來解決 他不會這樣子 俄國人在這個阿富汗早就撐不下去了 可是他不會隨便的退却 因為他跟美國一樣 美國在越南打了20年 美國其實打到10幾年 他就知道他打不贏了 他根本天天都想回家了 那俄國人在阿富汗打了10年 九年都不到10年 他打了六七年以後 他就知道打不下 他都想要走了 為什麼不能走 因為這是個大國 大國再怎麼樣有自己的顏面要顧 所以我硬撐要撐下來 就像最高首領領袖哈明你一樣 我一定要報復 我知道我贏不了你 我就是要報復面子的問題 所以大國的生存有時候是為 面子是一個保留面子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Driving force 那現在要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你烏克蘭有沒有辦法 持續的施加這樣的壓力 今天打你西南方 明天打你東部 再過來就打你哪一部 哪一個部分 就整條戰線 俄烏的戰線 你不斷的主動攻擊 深入 佔領 然後再退却 最好就佔領就不要退却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一點 持續的攻擊 持續的佔領 那我告訴你 俄軍就真的會受不了 那你現在你是攻打了 他一個離他的核心 很遙遠的一個地方 西南部這樣一個地方 你就想說造成很大的壓力 讓普丁說好了 我們來退兵來彈劾吧 我跟你講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看持續 但是這是個警訊 對俄羅斯來講 就烏克蘭有勇氣 甚至有一些實力資源 他可以對你的漫長的戰線的 某些地方主動發起攻擊 而且這個戰爭還拖了好幾天 讓你一時間還解決不了 這就看得出 俄軍有他脆弱的地方 但是整體來講 雙方的作戰的資源的差距 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一時間你說你要打敗俄國 我認為這個戰爭還是 就是一路下去了 好 我原認為 這小小的戰爭對於俄羅斯來說 不影響整體的大格局 不過確實 因為這場戰爭的關係 這場戰役的關係 我們看到俄羅斯的整個軍事佈局上 確實有做了一些些變化 原本在烏克蘭在盾內此刻 頭下的俄羅斯華翔翼 現在變少了之外 原本攜帶的這些戰機 也往俄羅斯的其他地方了 所以可以看到俄羅斯在戰略上 開始出現了一些些的調整 目前確實 如委員所說的 俄羅斯還是很穩步的佔領烏克蘭 那兵力也是完勝烏克蘭的 這樣的一個攻擊 其實雖然說對於俄羅斯大體上不傷 但是會不會引發俄羅斯 有更大的一個反制措施 建長怎麼看 我這樣子看 俄烏戰場一直有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就是什麼的 它的邊界太長了 他們兩個國家邊界有1500公里 這麼長 你把派了多少軍隊在這個邊線呢 其實不多 所以你看這場戰爭 經常發生一個現象就是什麼呀 今天我決定要反攻 然後我集結了一些兵力 我集中的一個點打 很快可以看得到我的成就 但是拖不久 那對方也會集結兵力回來打 最後兩軍真的是對撞的時候 那一定是看誰的力量大 那俄羅斯的力量還是很大 你要知道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陣子一直說 烏克蘭在大量收復他的師徒 幾天又收復多少 我覺得那一陣子 幾天收復了一個台北市那麼大 又收復了一個什麼地方那麼大 但是結果呢 等到俄軍真的把隊伍這樣堆過去的時候 他的實力就又出來了 這一次也是一樣 1000個人 20輛戰車 這是好小的一個兵力啊 非常小的一個兵力 然後他攻進去了10公里 然後最後傷31人 就是連受傷連死亡總共31人 這是一個很小的一個 但是唯一令普丁生氣的是 你從來沒有打到我境界來 這一次是例外的 所以他這次很生氣 所以我在想他竟然很生氣 他會針對這個兵力 這個兵力已經深入了對不對 我是他 我趕快撤退出去 我相信普丁會用一個重手 去專門在針對這個1000的 這個兵力來 可能會轟炸你 遠程攻擊你什麼等等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那這個戰場呢 現在我始終認為 他應該要走上 就是結束了 但是就是美國一直在後面支持 那現在大家我的看法 包含澤仁斯基 趙雯普丁 都在等著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如果川普上了 基本上這個戰爭也就要結束了 如果川普不上 美國大概也要發生內戰 就是因為川普會 鼓動他的支持者 那美國可能是自顧不暇 所以11月可能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大家去看看到所有 川普有沒有上 如果川普上 我覺得這戰爭很快會結束 是確實我們持續要觀察 就是接下來的美國戰爭 對於烏克蘭而言 接下來如果他繼續打下去 是一種國族認同的保衛戰嗎 還是澤仁斯基他要自己創造一個人的武林 我們持續來看到說 這個烏克蘭現在媒體放話說 克里米亞五個軍事的機場當中 過去停放大約260架的飛機 但是截至3日已經減少到90架 其中兩個機場是完全沒有飛機來做停留的 都可能跟烏軍F-16現在逐漸到位 還有俄軍在克里米亞 他有S-400防空系統遭到重挫有關係 澤仁斯基他還說 我們期待會有更多的F-16到這邊 然後許多的人員可以來接受培訓 剛剛提到了國族認同這個四個字 現在在台灣很流行 美國大選接近的話 接下來會影響到俄烏戰爭的後續發展 但不過澤仁斯基對他來說 國族認同這句話到底重不重要 還是支持他一個人的武林 老師怎麼看 所謂的國族認同 我們叫National Identity 就是說在我們內心深處 對於國家民主的一個歸屬感 那有個人層次 比如說我在彰化出人成長 來台北練大學就業 那在以為我是台北人來彰化人 全國運動會決賽彰化線籃球隊 遇到台北籃球隊 我要幫誰加油 就是一種國族認同的一個呈現 那在我們台灣的國人裡面 我是台灣人 中國人還是華人 也有這樣的糾葛 那對於烏克蘭的國民 也有類似的一樣一個情節 因為在1991年蘇聯解體以前 烏克蘭算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也算是蘇聯的議員 他們都是一個成員 也算是蘇聯的國民 所以目前爆發俄烏戰爭之後 特別是在俄烏交界的烏東地區 講俄語區的 也有所謂的這種 國族認同的一個糾葛 那我們不妨從兩個民調來看 首先在今年5月 有一個由基輔社會科學研究院 所做的整年實際的信任度的一個民調 雖然他的信任度還有將近58% 但是跟開戰初期還有90%已經一路下滑了 也就三年前還有90%現在現在58% 雖然將近六成 另外在7月的時候也有一個 對於烏克蘭民眾的一個民調 一樣是KIRS 就是所謂的基輔社會科學研究院做的民調 對於要不要戰鬥到底來打一場戰爭 在三年多前剛開戰的時候 大概也有八九成民眾支持要戰鬥到底 但現在已經剩下55%了 那當然還是贏過割讓領土來換取和平的32% 可是當年俄烏戰爭剛開始13年前 支持割讓領土換取和平的只有10% 所以這樣的一個消長值得觀察 特別是在烏東地區交戰地區的蒂涅波羅 這個札波羅勒 賀松還有這個所謂的奧德薩地區 當地民眾驗戰的情緒更高 渴望和平的心態需求更高 但是這個民調也沒有講清楚 所謂的割讓 他用的是領土退讓 用了英文concession 就是說部分的領土退讓來換取和平 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有沒有包含2014年的克里密亞 還是這三年來戰爭丟失了20%的國土 那至於領土的退讓是什麼時候開始 用什麼方式也完全沒有提到 但是至少從這個民調可以知道 烏克蘭民眾驗戰的心情是很高昂 渴望和平 那對責任司機來講 這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武林 因為就北越來講 已經不惜血本的投入了大量資金跟軍事設備 那如果血本無貴的話 北越這些大哥們怎麼擺得下辨子 就美國來講八月五號就要投票 離現在剩下不到90天 那他們也需要業績 所以剛剛前面 這個我們人民講的 就是說美國總統大選 應該還是會左右啊 這個俄烏戰爭的一個最重的一個動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俄烏戰爭的最前線狀況 現在持續正式進入到八月份了 俄烏戰爭的最大變局 來看到是來自彭博社的報導 首度證實了好 第一批我們可以看到F16呢 已經在八月一號這一天 成功的抵達烏克蘭了 腾讯網也做了報導說呢 第一批的F16總計是六家 全部都是來自於荷蘭 好 對此呢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培斯科夫他相當不懈 他也放話說 這些戰機啊 根本就是會被逐漸的被擊落的 華府智庫則做分析 JPF16的核心任務包括要壓制 主要看到了齁 是壓制以S400的凱旋式防空飛彈 為首的俄國防空系統 S400到底有多強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它的小檔案 雷達最大探測距離600公里 能夠同時跟蹤目標 數量達到300個 飛彈分為最遠程 還有中程跟近程 而最遠程的部分 可以看到遠程最高達到11.3馬赫 好我們關心面對俄羅斯強大的 S400防空飛彈系統 F16有辦法來成功的做壓制嗎 F16會像克林姆林宮發言人 所說的一架一架 會因此被擊落而減少嗎 艦長如何解讀 現在大家對於S400有非常多的疑問 真正的原因也就是S400事實上來講 在惡物戰場上的表現並不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子澄清 S400之所以它的效果並不好 不是它的攔截效率不好 而是實際上來講 它太早就被無人機標定 然後直接用無人機攻擊 而不是由戰機從空中攻擊 那其實S400 我們來看看它的一個結構 因為其實它的結構跟S300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唯一的比較不同的部分 也就是說有關於它的飛彈的 飛行的距離變得更遠 然後有關於說它的這些射控雷達 它也已經全部像美國這樣使用 AISA這種相位陣列雷達 所以它的能力絕對不差 然後它其實就是我們從這個預警雷達 徵收來之後 然後它會徵收到這個飛機之後 然後它由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射控雷達鎖定之後 然後直接發射飛彈軟件 那這一個環節裡面 大家會覺得這個俄羅斯的系統 感覺上好像都大而無道 這個就是真正F-16需要當心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一種雷達為什麼這麼大 因為它有效的可以徵收到這種逆中的戰機 那但是F-16大家不要代換成 我們台灣現在使用的F-16 Viper 因為我們用的是最新的一個構型 可是實際上荷蘭給烏克蘭的是最舊的構型 也就是一般來講 它就是最早以前F-16的AB型的這種構型 AB型的這種構型 如果按照最早開始 從J79的這個構型開始 到現在來講已經45年了 而且美國敢不敢把最先進的 無論是電子戰夾艙 或者是我們之前可以看到Sniper的這種 這種可見光的標定系統給烏克蘭 其實都是個問題 其實美國不一定是不相信烏克蘭 真正的原因是怕被擊落之後 這個最先進的科技又被 那個戰場被俄羅斯拿走了 那獲得了 所以它真正的疑慮在這裡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說 已經在8月1號抵達烏克蘭 其實更早之前 他們就已經開始執行任務了 那這些執行任務 它是從羅馬尼亞的機場起飛 所以我們看到 那個克林姆林宮的發言人 他才會講說 如果羅馬尼亞 你在如此的容納F-16的話 我就連你的機場一起打 那可是這不過是企劃 因為羅馬尼亞是北大西洋公園組織的會員國 那這個是之前我們看到的照片 這個就是F-16 那這一個之前我曾經談過 這個只有單獨一張照片 沒有其他的來源 可是現在來了第二個來源 這個來源也是F-16 但是它有關於識別的部分 就是它上面上的各種塗裝的部分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可以 但是我們來看 當初它的這個基堡 它的基堡跟我們一般看到的基堡那種 鋼筋混凝土 甚至還有鋼門的設計完全不一樣 它這是木造的 那也就是我們更可以相信 它更早之前 就已經進入到烏克蘭的本身了 那現在的作戰其實最重要的是世俱外的決戰 而不是說我們進行這種纏鬥的作戰 那世俱外決戰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之前已經有北約國家提供給烏克蘭這個預警機的部分 它這個預警機其實跟中國大陸的這一個空警 空警200其實是非常像的 那大陸稱之為這個網民 稱之為這叫平衡目 就像我們現在奧運的體操選手的這個平衡目一樣 那它可以 因為它也是北約的系統 它可以跟現在所使用的F16做一個Data Link 然後可以提早獲得目標 可是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於烏克蘭這些飛行員 他們原來使用的都是米格29的這種戰機 而且他們對於這種系統化的這種作戰 不完全了解 那他們現在為什麼接機的人這麼少 因為它第一個難關就是要先把英文學會 英文學會之後 它要打破以前對於俄羅斯系統的這種戰機的運用 然後直接融入到美系的這些系統的使用 那個是大家不要認為很簡單 那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我們在訓練部隊的時候 都會訓練到那種肌肉反應 可是以前你是俄羅斯的肌肉 現在你要變成美國的肌肉 那你再要經過一個轉譯 那問題你經過一個轉譯的過程當中 你稍微有所遲滯 你就可能被俄羅斯攻擊了 所以我們這樣講 現在的戰果還很難講 那至於說S-400的攔截能力 那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用 它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它可以跟S-300 就是舊式的防空飛彈一起綜合使用 也就變成說 我不是像跟美國買飛彈一樣 我要買薩德 薩德是一個系統 我要買愛國者 愛國者又是一個系統 我要讓愛國者跟薩德聯合起來 那又是要付一筆的一個費用 它才能做它一個系統教練 那這個也就是美式系統最大的問題 可是俄羅斯它從S-300 甚至S-350到S-400 都是同一套系統完全可以接軌的 這個也就是S-400的最大的優勢 是好謝謝艦長幫我們做這麼詳盡的一個分析 那F-16進來之後真的有辦法反轉戰局嗎 我們請網友來留言告訴思敏 因為剛剛其實艦長也特別提到 就是F-16是荷蘭舊型的 已經到四十幾年前的一個F-16 真的有辦法扭轉戰局嗎 我們留言來做討論 我們持續來看這場戰爭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 七月底訪問中國大陸之後 最新消息 他也邀請了中國外長王毅游來回訪到烏克蘭 那希望他能夠來親眼目睹俄羅斯在入侵之後的一個後果 王毅他也表示他有興趣去看看 那我們看到現在中國介入調停有望 但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這個時候卻跳出來說了 他說基輔不希望中國大陸擔任調節者 而是希望大陸可以對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壓力來結束這一場戰爭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希望能夠來調停 但是澤倫斯基這個時候忽然說了這一席話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到澤倫斯基跟他的外長庫列巴 似乎感覺不太同調 是在玩兩手策略 還是烏克蘭內部現在對和談 會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溫家老師怎麼解讀 我想這個澤倫斯基跟他的外長庫列巴 既然是他外長 應該是會口徑一致 但是發現沒有 因為當7月份他們外長回來之後 馬上這澤倫斯基馬上改口徑 說他不希望中國來調停 那當然這個澤倫斯基的考量 我覺得又會幾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美國 美國可能當然就美國 認為說怎麼會可以讓中國來調停 所以美國可能有給他壓力 第二個是本身內部的壓力 你像這個戰爭從2022年的2月24號打到現在 為什麼要打 他們就是要捍衛他們的主權 跟他的領土完整 所以會讓這麼多精力 犧牲這麼多人 怎麼可以親眼就把它停掉 那是有內部的一個聲音 那當然他也要強化談判的地位 因為畢竟是塞奈嘛 對不對擺態 就是說這麼好搞定 那這個是就沒有要籌碼了 我們就反正他要先治 治於中國不受治於中國 所以他認為說先來攪局一下 那此外當然還有對中國的角色有警惕 因為這個治論時期他認為說他跟這個 這個烏俄戰爭這段時間來 他認為中國跟俄羅斯是互通團取 對不對 他認為說怎麼是黃鼠狼給雞拜年 這種感覺他當然什麼是警惕他的作用 但是我想這個庫列巴竟然是他的這個 是他外長他可能當初也是考慮到他國際外交 包括他的這個戰略靈活 所以他也去邀請他 那所以剛才講到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是內部分歧或兩所策略呢 我覺得都有可能 因為如果說是這個不同觀點的反應呢 那可能反應到可能他們面對不一樣的 因為本來這個庫列巴是受哲論時期的意識去討論中國嘛 那可能回來之後呢 可能美國的壓力 國內的壓力 所以他只好自己親上火線來自己打塞車嘛 這我想說是一個一個內部分歧 但是也可能是兩手策略喔 因為呢其實每個國家可能他有他的兩手策略 這個且戰且合嘛 對不對 那我想呢 這個就這樣子如果說 這樣可能保留給對方對話的可能性 但是呢我想在這種策略呢 可以在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呢 這個烏克蘭可以贏得時間跟空間的一個優勢 是 謝謝溫嘉老師 剛剛老師提到的可能是來自於美國的壓力 或者是內部的壓力 同樣一個問題政農老師有怎麼看 好 我們先看到其實最近有一些變化了 第一個 就是 澤倫斯基自己態度有一些模擬兩可 他也倒不是說他不願意和談 第一個 因為他邀請俄羅斯來參加 他在11月這個和平峰會 俄羅斯已經表示說拒絕了 所以他當然現在要稍微轉一個說法 讓自己有一個台階下 但是還是繼續推進了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說 他現在其實也看到美國的一個變化 他當然也樂見於這個雙方能夠緩和一些 能夠有一個和談的這個初步的徵兆 要不然不會讓這個和平峰會 第二次和平峰會在11月美國大選前舉行 那自然是拜登也好 整個民主黨都希望看到和平有一些曙光嘛 所以澤倫斯基最近這兩天在這個法國世界報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要烏克蘭放下放棄土地 是非常困難的決定 他不是說不可能 他不是說不能談 他是說是很困難的 那包括就是說他對於中國的大陸的這個說法 其實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裡頭去理解 其實他也是在跟這個拜登政府也好 或者跟未來的賀錦麗在進行這個談判嘛 進行這個要價的過程 因為他跟賀錦麗過去的互動 其實對於澤倫斯基來講不是那麼愉快 他們第一次的互動是在2022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他們的見面 在那一次的見面裡頭 賀錦麗其實當時曾經要求這個 當時曾經跟澤倫斯基講過就是說 美國如果俄羅斯真的入侵 那美國會制裁 但是澤倫斯基希望美國能夠採取先發性的制裁 然後也希望美國承諾就是在 如果俄羅斯入侵的情況下 美國能夠提供先進的武器 不過當時拜登的政策 拜登政府的政策 通過這個賀錦麗來傳達 這兩項都拒絕了 所以其實他對賀錦麗也不是那麼有把握 這是為什麼他現在要開始有點拿俏 就是也希望跟賀錦麗 未來的這個 如果賀錦麗當選的話 也跟他能夠要價 但你來掌握 打了兩年半了 這真的要結束了嗎 講的是俄烏大和解 全世界都在等這一天 日子看起來似乎越來越近了 因為大陸出手了 而且搶在美國大選之前 北京當起了核勢老 俄烏的和談現在真的會在大陸上演嗎 因為現在烏克蘭真的叫做越打越挫敗 甚至還怪起自己人 我們先來看看這張關鍵的照片 7月24號就在廣州 這張照片對外曝光了 中國的外長王毅 會見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兩個人和談 手握手談了什麼呢 針對俄烏的談判來做交換意見 好烏克蘭現在表達了他這樣的看法 只要堅守兩個原則 願意跟俄羅斯來做談判 第一個原則就是沒有烏克蘭的參與 就沒有關於烏克蘭的協議 言下之意烏克蘭一定要在場 再來要完全尊重烏克蘭的主權 跟領土完整 這個領土完整就是這一次 和談的最關鍵的爭議點 稍後我們來好好聊一聊 另外來看到了 那王毅也給出了很正面的回應 說會繼續擴大 烏克蘭的糧食進口推進中歐關係 也願意為和談跟停火來發揮他的最大作用 好那至於俄羅斯呢 俄羅斯這一次也給了一個蠻樂觀的看法跟態度 我們來看一下了 俄羅斯克里姆尼公的發言是這樣說的 他說其實澤倫斯基早就借滿了啦 今年5月任期就借滿了 應該要選舉了 但是他沒有選 所以他的統治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不過現在對於這場俄烏的談判 他們還是保持著開放態度 哇那大陸現在何氏佬當的其實蠻積極的 我們來看一下了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毛林就說了 現在這個大陸要派他們所謂的歐亞事務的特別代表 7月28號李輝就要開始啟程了 要去哪裡呢 訪問巴西訪問南非訪問印尼 要為接下來烏克蘭危機展開第四輪的穿梭外交 目的就是要重啟這個談判的累積條件 好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想問一下這個黃教授 可以看到北京最近真的很積極 他就想當這個和事了 包括其實在俄烏戰爭之前的這一場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本來地區分裂的 現在在他的作合之下 現在這個地區分裂也開始講和平了 那緊接著你看看俄烏戰爭的關鍵談判又要來了 所以中國大陸最近這個和平建設者的形象 是不是一再被吐血 這很明顯是中國大陸在最近的跟西方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集團的外交戰裡面 他的一個布局 主要就是因為在經貿或者科技上面 反正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 這是兩邊爭取國際輿論的各自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中國大陸這樣的做法也說實在啊 他也不是完全是因為美國在川普的後期 就大概在18年的中下期之後開始壓迫中國大陸之後的反應 並不是完全這樣子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從17年開始 中國大陸中共的黨章裡面已經納入了叫做 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 然後18年就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那這個寫入憲法 當時大家說哎呀你可能只是嘴巴講一講啦 說我要做個好人我要做個和平促進者 但是呢並不會有什麼實質的舉動 那我個人研判是 中國大陸有這樣的一個政策宣示 但是到底要怎麼做或許還不知道 但是發生了俄乌的衝突 發生了以哈的戰爭 再加上美國在國際上我剛剛講的 一直給它全面的壓制 中國大陸想說好吧既然這樣子 我前面的構想我都有了 那我就把它落實好了 所以我們才看到了目前很多一些配 對那個配套的戰略 包括像這個全球安全倡議 這全球安全倡議也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 提出來之後呢 裡面包括當然有些我們常聽到 像維持傳統安全跟非傳統安全 然後要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安整 還有呢和平協商對話 這些其實都很正常 我們已經念國際關係聽了不下數萬次 可是呢中國大陸找到了它可以發揮的契機 就是我剛剛講的俄乌跟中東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一路做下去 美國反而大家覺得說你好像在俄乌 就是在那邊做一個卡關的角色 在中東呢原則上你還是支持以色列 只不過你不敢那麼明顯的支持 因為以色列的這個不成比例的報復 好那最後我要講就是說 從目前中國大陸這樣的做法看起來 我覺得第一點它跟美國呢 就是說我們做一樣的事 但是我們找的對象不一樣 所謂什麼叫一樣對象的事 就是我們都要促進和平 好一樣的事 但是找對象不一樣 包括剛剛講的北京宣言 巴勒斯坦14個派系 這真的是不簡單的事情 而且北京宣言以後在研究中東歷史的時候 就會多一個 除了你看到什麼大衛營協定 什麼什麼奧斯陸協定 有個北京宣言了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中國大陸慢慢的從被動變成主動 過去像俄乌衝突人家說 你應該可以當個和談者 他都沒有介入 對 他都慢慢的說我們希望這個 衝突應該和平協商解決等等等等 但是從來不動 現在慢慢開始從被動變成主動 為什麼的關鍵呢 因為這其實是烏克蘭的高層 第一次進到北京去跟北京的這個王毅台 外長第一次 對 所以這是不是算是說 其實也趕在美國大選前 因為川普要上來 如果 現在看起來其實是很旺的 這是一個川普的變數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以前我的那個行為模式可能要改變一下 因為我必須要避險了 但是呢 剛剛反過頭來講 那中東更不用講了 就是北京選人當然就是北京很主動的嘛 但是美國呢 反而我覺得他從一些主動 慢慢變成被動了 因為他很多事情又卡著國內的選舉 又在各地的這個衝突裡面 他的立場太明顯 所以導致他不能夠變成一個非常有效 可以運作的第三方 是 好 所以看起來這個契機是越來越明顯了 那我們想跟張教授一起來看 就是說其實現在不只是外部上的壓力 看起來的政治變化 內部上來說呢 因為其實好像這個烏克蘭自己人民也受不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民調做出來的結果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在基輔的國際社會學的研究所做的最新民調 現在32%的烏克蘭人同意某種形式的領土讓步 而55%還是反對的 雖然說比例看起來現在反對人多 但是我們要去猜測一下那個數字 30%其實已經算高了 為什麼 因為一年前只有10%的人同意 去年底只有19%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已經增加到了32%了 所以其實烏克蘭人自己也打得很累了 現在對於他們來說整個領土完整 這樣這四個字似乎不再這麼追求了嗎 尤其莊教授你看烏克蘭人真的打得很疲憊 最近你看國際盛世什麼奧運正在登場了 烏克蘭人自己的運動員都暫時在前線 他們似乎也沒有辦法這麼完整的去參與這樣國際盛世 所以他們自己人也疲累了 你怎麼來看這樣的一個民調 現在似乎同意領土換和平的比例上升了嗎 本來叫做寸土不讓 可是這個民調現在似乎出現關鍵的變化 是的 這是真民調並不是假民調 事實上台灣在報導 俄乌戰爭的消息是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 所謂先天不良是我們並沒有派記者過去採訪 大多是接收外電消息 後天失調是因為要呼應政府的外交政策 比較支持烏克蘭 但這是貨真價實的民調 那它的民調來源是來自於KIS 那我們翻譯成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 那也有媒體翻成基輔國際社會學院 這個民調是嚴謹的 因為它有把整個過程交代出來 它事實上從兩年多前 俄乌戰爭開展的時候就持續做下來 是一個滾動式的民調 那最新公布的數據如同我們畫面所示呢 是在5月下旬還有6月下旬各做了一批 那合計10672樣本 那3%的抽樣誤差 大概在95信心區間之內 怎麼解讀呢 也就是說如我們畫面所示 有32%的烏克蘭民眾同意某種形式的領土讓步 它用的名詞是這個concession 可以翻成讓步或退讓 那當然所謂32%就介於29%到35%這個區間之內 那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還有55%的烏克蘭民眾是反對的 那也就是說介於52%到58%之間的民眾是反對的 這是一個相當嚴謹的民調 不過我也講這是意義很有限 因為儘管有32%的民眾支持領土退讓 雖然說從開打初期的10%增加到32% 表示有相當多的民眾厭惡戰爭 但是不要忘了 它並沒有說明怎麼樣的一個退讓法 它只用到一個部分領土退讓 那沒有包含2014年就丟掉了克里米亞半島 它也沒有講 那目前烏克蘭全境有大概20% 1%的國土被俄羅斯控制 那是部分退讓 還是這20%裡面的小部分退讓而已 它完全沒有講 那就好比說假午戰爭戰敗 清廷有人認為各讓台灣是一個緩兵之地 日後再透過國際干涉或是用金錢馬買回來 所以即便同意領土退讓 也不代表會跟俄羅斯層層投降 不過這個民調意義很有限 還要在於責連司機的態度 雖然有人認為說它是偽政權 任情借本的不值得打交叨 但是它的態度絕對比這個民調重要 另一方面美國跟北約態度又如何 又是更為重要 因為美國跟北約投注了大量的金錢 物力成本在上面 那也不可能血本無歸 所以這個民調看看就好 可以表示說烏克蘭民眾厭戰 可能渴望和平 但是離真正的情戰還有很遙遠的距離 好 那衍生出來的話題就是講到 第一個責任司的態度 再來是美國跟北約的態度 我想跟建長一起來探討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前線目前最重要的戰況是如何 因為這兩個月感覺烏克蘭的戰況 有點急轉直下的感覺 那主要關鍵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路透社 路透社是這樣認為的 覺得烏克蘭最近戰況急轉直下的 關鍵原因有幾大的理由 第一個先來看到是烏克蘭自己的媒體 他們是自己這樣聲稱的 說現在以戰損的數據來評估的話 二軍平靜要陣亡六個人 才會責損一名無軍 那當然因為雙方的數字在戰場上 都會有一些些的浮動上 這個我們要後續再討論 可是路透是這樣說的 最近烏克蘭戰況急劇直下的關鍵原因 是因為除了第一個 他們的軍政高層決策似乎有問題 再來第二個關鍵原因就在於 現在外界就認為了 美國跟北約沒有辦法有效去解決 炮彈產量不足的問題 這其實專家一開始就講了 就是說你美國跟北約 你不可能源源不絕的 一直給他供應炮彈 現在世界上戰場這麼多 美國自己其實也是蠟燭兩頭燒 所以建長你怎麼看 真的是因為這兩個關鍵原因 讓烏克蘭現在前線戰況 真的這兩個月變得特別特別的差 首先我說戰場的決策 你只要打輸你都是決策不好 你只要打贏你都是決策好 所以說都是以結果論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彈藥的問題 那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2024年俄羅斯預計它的彈藥是400萬枚 就是今年它400萬枚 那除了它自己的 它有好比說從別的地方買 好比說北韓 那烏克蘭呢 北約全年能夠提供它52萬4千枚 那美國原來它一個月生產1萬4千枚 就是它的最大量 它為了這個戰爭 它已經提高到2萬4千枚 目前它可以生產到2萬4千枚 那它說很短的時間 它要提高到4萬枚一個月 那12個月就是48萬 加上原來北約的52萬 就是說它們最大最大的 就一百 一百萬 所以1比4 對 是完全沒有辦法打的 那有沒有可能說我舉個例子 美國或是北約 你們增加生產線啊 對 那我是這個 好不好說軍火商好了 我原來是一個 對 誰來出錢也沒關係 我也可以投資 因為這個可以賺錢嘛 萬一下個月 我做完了增加三個生產線 然後戰爭停了呢 我生產單要給誰 你知道嗎 那個三個人不會冒這個險 那這個戰爭還能拖多久 所以你叫它增加它不會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 我們真的要去問 我覺得台灣要有這個東西做借鏡 就是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別人手上 那是一個最悲哀的事情 你今天要打是不是 你就憑你自己的本事打 你不要寄望張三 寄望李四 那些都是不牢靠的 如果你覺得我可以打 而且我願意打 那你放手去打 如果你把希望寄託在美國 寄託在日本 我想是不必的 這是第一個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命運 寄託在別人的手上 我覺得今天烏克蘭犯的 最大的一個錯誤 就是他的命運在別人的手上 這是烏克蘭人民的悲哀 這是誰造成的 哲人士忌 所以哲人士忌該下台了 差不多 他其實任期也到了 那艦長我想問的是 你看現在不只是彈藥不足的情況 還有我們一直講的F-16 F-16現在馬上就要到了 可是問題是現在 烏克蘭自己的總司令都說 他可能功效真的有限 理由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烏克蘭總司令怎麼講 因為他說第一個 俄羅斯擁有的空中力量 跟強大的防空系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考量到 你有可能會被擊落的風險 所以就算F-16戰機來了 他只能用在距離前線 40公里 或是更遠的地方使用 也就是說以白話文來說 他的地面部隊 根本沒有辦法靠這個F-16 獲得喘息的空間 那你怎麼來看 就是說就算F-16助陣 好像你對於這個俄軍 你也是不太有辦法 能夠擊潰他 F-16能不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完全看他的敵人是誰 如果他去打夜門 胡賽組織 哇 那是 這是天下第一大利器 這個沒有任何的人能夠攔截他 可是他對不起他面對的是俄羅斯 俄羅斯 按照這個全球的這個叫 Global Firepower 這個東西的估計 他是全球排名第二 他只輸給美國 他在中國的前面 那很多人認為說 他第二是因為他的核武 他有這麼多的核武 他當然排第二 錯了 Global Firepower 他去衡量一個國家的軍力 他有50多個因素 沒有核武 核武不在這個平良的範圍之內 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實俄羅斯是一個一直以來他的軍事科技非常強大的 他是現在不行了 但是有一句話叫做20的駱駝比馬大 他就是這樣 他到目前為止 還有以下這些東西是在俄羅斯是很先進的 核潛艦 他在世界數一數 還有一個 他的雷達電站反干擾的就是電子技術 他非常先進 中國大陸很多東西其實跟他在學的 他的導彈啊 巡航大火箭也很先進 我剛剛說的這一個電子跟這些東西的結合起來就是什麼東西很先進的 防空系統 他的防空系統號稱全球第一啊 那固然最近我知道有一些這些說在戰場上證實他好像沒有這麼耐打 S400怎麼樣 S500當然他還沒有服刑 但是未來都是 我們從他的租源數字 我先說這東西好不好 我先去看他租源 他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那雖然有人說他不好 但是如果你是飛行員 你要面對這個你要叫我拿命去死啊 我當然是躲得遠遠的 那他為什麼躲40公里呢 因為啊如果他拉得很高 我跟你講他要躲200公里以外 因為這個S400可以打到200啊 但是他只要低下來 那個地球曲線大概在40 所以他只要飛得低 40是對他的一個保障 那他要怎麼樣用 遠遠的就打了 或是躲得遠遠的 我說遠遠的就好 他底下那個飛彈 可以打可以打 可能是400公里500公里 我就打了我就回去了 所以他在二屋戰場 他能不能夠扭轉戰局 不可能 所以他的力量是有 所以剛剛那個人說的是 航家 專業的 他們真正的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烏克蘭自己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司令都認為 就算F16來了 可能也很難扭轉 所以接下來是不是幾乎 根本就是說現在也看得出來 所以談判可能會是他們 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 尤其是在這幾個月就要實現 我覺得如果換穿谷 他真的會很快地就結束 為什麼 他烏克蘭能不能打下去 你以為是烏克蘭決定的嗎 不是烏克蘭決定的 是美國 北約也是由美國操控 我也提醒一下兩岸 尤其台北 有一天如果打起來 你以為台北能夠決定打不打嗎 是 有一句話說 要解約一個國家的主權在誰 好 看誰有開戰權 好 你就知道台灣的主權在誰 是 好 所以看得出了 這幾個月來說 對烏克蘭來說 這樣的一個和談 可能也是他們的選項之一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要廣告了 稍後回來帶你來看看囉 現在各國軍武的火拼賽場 西方國家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大陸恐怕是用軍演 用智力巧取 就能摸透西方的戰績情報嗎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